Hello 大家好 今天11月29日 8.9日 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Black Friday 大家都知道 Black Friday 基本上已經到了尾聲 應該還差今晚 其實 講回市場已經升了很多 因為當我們在Black Friday之前 我們也跟大家談過 D卡什麼時候升什麼時候跌 其實就是在Black Friday 開始那兩天 跌完之後 其實慢慢上 尤其是出了新推廣的卡 待會可以在Foodbeam 跟大家說哪些卡升得很誇張 哪些卡沒有跌 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 再進入什麼 不過我想說兩件事 今晚最後一個關於 Black Friday 的一些 可能影響到市場的 就是現在你看到 這個 Black Friday Exclusive Contain 一張OT Jump Roll to the Knockout RB Player 兩個Gold Rare Player 這個Source 究竟這個是SBC 還是每一個Rewards Pack 還是怎樣 其實 你見到這張 Leak 之前大家應該是23、24號 已經有了 的Code 其實很多東西都出來了 只剩下這個 還未出 究竟是SBC 究竟是怎樣 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所謂的Exclusive 我覺得這件事 會影響市場 很重要 第二就是 好像今晚會有這個 Preview Pack 即是 所謂的 你現在可以 Preview 到一些 所謂的 現在普通都是 那些很便宜的 Preview Pack 就不太 那麼關鍵 但好像今晚會有 那些50K Pack 100K Pack Preview Pack 有機會出現 所以那件事 都有機會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EA 這個Preview Pack 不是應該在Black Friday 中間出現 而是現在才出現 就算它真的出現 所以這件事 我有少少少保留 但是這件事 就會絕對影響市場 那OK 那 要說的是 現在很多卡都升了 我不建議大家 去投資任何什麼特別卡 我可以逐樣逐樣說 先說肥料 其實 我今次Black Friday 有些驚訝 其實它需要用的肥料 不是很貴 反而今次升得最厲害 是那些 80 2 81 83 用來做 Upgrade SBC 那些 最誇張就是那些 普通的 發甲的球員 真的升到2.4K 2.5K 一張 我沒有記錯 那基本上 都算過 你做一個發甲的SBC 其實是說 11張卡 大概 你看到現在都是一張 Icardi 都是2.2K 就算 8.1 8.2 都是這個價格 其實你做一個 SBC差不多 18000至20000 其實Mitches 是不正常的 所以 其實 我今次 我沒有做到這些SBC 我做了一兩個 就沒有做 因為我覺得 可能我做到 第四五次 其實我已經可以買到一張 所以 所謂的 有機會可以做到的卡 例如 我當然不是想做 Renito Sanchez 可能我想做 Atao 我做第五次 或者第六次 其實我已經可以買到一張 我為何要拿到一張 這張卡 我也想講一點 所以 如果大家還有那些卡 我 我不是太建議大家去做 反而我覺得 應該是去 買了它 反而 要做的卡 應該是 要做的SBC 應該是 做了75 的 升級 75 是不是75 Plus 應該是 那些是比較低的 因為那些75 Plus 其實 第一 它的利益很低 第二 它做完它 真的可以讓你用那些 Untrade 放在這裏 instead of 你用你本身Tradable的卡 Tradable的卡 應該拿去賣 Untrade 或者那些 Non-Rare 就用在這裏 來賣 這個SBC 就不是 將所有的卡 都放進去 這個 我覺得大家可以自己試一試 那 對 說回肥料 肥料 我建議大家開始 賣 但不是賣 83 84 因為已經升到七彩了 不是因為 什麼特別 是因為那些 新增加SBC 令肥料 很誇張 我自己 昨天也解釋過一次 我入了什麼 我入了很多 奧巴拉克 Levendorski 紐 HUD HUD HERRY CAIN ALISON 這些很高 我看到這些卡 到這一刻 是沒有人 沒有SBC 需要用到的 其實這個 Black Friday 是供應大得這麼重要的時候 理論上是去搶這些卡 其實搶到昨晚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 提供 我 尼雲到夫斯基 其實我都要59k買 奧巴拉克 昨晚 晚上 比達到48k 有十多張 幸好45k 比達到 Noyer 其實可能 37k 都比達到 其實整個倉庫 都是這些卡 我建議大家 保持這些卡 因為 今集 你要很勤力 要做很多 Fluctuation Trade 才可以賺到很多錢 我不建議 入85k 因為都是貴 就入貴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這次EA的SVC 出得很誇張 就是 你看看 Icon SVC 已經出到第三次 還是第四次 我不覺得 它會再出一個 Base Icon Upgrade Repeatable 因為 去到12月的時候 的Timeline 就是 它會開始告訴你 最後那張Icon 叫什麼 Moment的Icon Timeline 然後就開始 Isoate Base Icon 應該很快 看到有得抽 Mid Icon 或者相關的SVC 所以 大家真的要看著 我覺得 以EA今天 在這個 Black Friday 裡面 逼了大家 給那麼多錢 去抽卡 其實相信 現在很多人的倉 裡面 你沒有做Base Icon SVC 其實你應該有很多 86 87 88 89 是沒有用到的 我相信它會很快 出一個很貴的Base Icon 不 出一個很貴的SVC 會逼大家 用完這些卡 而那些SVC 一定是一些很 用途的卡 你是不能不做的 例如 例如 現在這樣說 好像說 利和道夫斯基 好像說 拿了Bellandor 可能會不會出一張 很特別的卡 給它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很多 利和道夫斯基 在那裡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有一些很特別的影響 第二 就是我之前也說過 會不會出 阿古路的SVC 因為其實 好像說 這個禮拜會 會宣布他的Retirement 因為心臟問題 還是那一句 我都覺得 他的SVC 應該都是天價的 應該 EA應該會出得很厲害 而且大家手上 應該會有很多 他的 叫86 87 刁 我覺得可能 SVC 都要86 87 88 這些價格 我不知道 可能做了阿古路的SVC 要七八十萬 如果在這個時候出 其實是正確的 因為 在Black Friday 其實很多人都多了 銀行 即是不說你炒卡 說很多人的課金 其實是多了很多人 現在拿著幾百萬 而他們也有很多 GOLD RAID的FORDER 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願意 可能 可能他的SVC 只剩九十萬 就可以了 可能他只拿四十萬 買卡 拿五十萬 手上的Untrade 就會做到這張卡 所以按EA的邏輯來說 他應該會出一個 很爆炸性的SVC 去引大家 去用所有卡 而令到 這些卡的需求 也會提升 大家可以自己 不用去碰這些卡 自己在搜尋引擎 搜尋這些卡 其實他的流通量 不是很高 不知為何 你說是否很難出 不是 是否有人用 不會有人用 但是 不知為何是特別少 是否真的太多人投資 由開遊戲到現在 真的沒有什麼機會 用到這些卡 但我相信很大機會 快要有得用 大概是這樣 在這一版裏 其實也不用看這一版 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些Signings 應該什麼時候去買 什麼時候不應該買 我都很肯定 告訴你 現在不是一個Buy Time 因為其實現在 人們已經買好 那些卡 讓它套牌會上升 但其實你見到 那些卡其實是沒有跌過 Renito Sanchez 賓耶達 迪布尼 其實這些卡 基本上是一直 一直上迪布尼 最便宜是770K 但其實它夠膽死 上到886 887 當然計算上 Tax Flatuation 不是很大 但是 都是很高 賓耶達 賓耶達 這三四年都是一張 屈肌的卡 我覺得它一直都會上升 唯一會影響到這張卡 就是當包皮的價格下跌 它才會下跌 因為當包皮的價格 在1.4米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說 我買賓耶達也可以 當然可能是不同的 兩個level 但你要記住 亦都是兩個不同的價錢 這樣也可以連結到 美斯 尼瑪 包皮 或者 很多人都會用它連結 可能簡迪 遊戲開頭的 Faqûr 這些SBC的卡 題外說 我自己 我自己 中了一張美斯 的時候 我都後悔 我沒有做Draxler的SBC 因為原來美斯 是這麼難拿的 原來真的 一定要Hakimi Makuinos 雲拿到沒有 加他才能拿到 我又不想用一些垃圾 標籤 迪布尼 我用過 做好用 但是 今天有個師兄 問過 他有沒有用 我給不到太大的評論 因為 我真的很少打 我不是一個打幾十場的人 所以 我只不過 我中了 就有得用 這些卡 我覺得什麼時候會下跌呢 今晚 應該會有 Cyber Monday 今晚 可能會有 Preview Pack 還有我剛才說的 那張照片 這個叫做 Black Friday Exclusive 如無以外 今晚 就不會再有 Flash SBC 所以今晚 這批卡 可能是最下一次 大供應的時候 就會斷供應 不過 我正在看的 就是 這些卡 其實很多人 已經買定 以為 結束後會升 反而 結束後 有可能會慢慢跌 因為太多人 去投資這些卡 其實說 Renito Sanchez 這張卡 要710k 的時候 其實 它的數字 不是真的 那麼好 其實我可以 買幾張特別的卡 跟大家 說一說 人們都給了很多個例子 出來解釋這些卡 究竟 是怎樣 好像Renito Sanchez 這張卡 為什麼它貴了那麼多 就是因為 它說的 是真的 高了20個點 是好用 而且它真的有 Glielson Martens 那張SBC 令到這張卡 升大 但你要記住 當這些卡 已經有條 綠線出來了的時候 which means 就是它已經 達到它的 upper limit 這張卡 什麼時候會再有機會 令到它 有個 爆炸性的增長呢 就是 這一隊有一個 葡萄牙的前鋒 變得很厲害 可以做到一個 三角形 但我覺得 已經不需要 其實 所以 我不覺得 有什麼條件 會令到這張卡 會再大升 反而 完成了Promo 那些人都買了 因為現在很多人 不斷買這些卡 齊隊 完了Black Friday 差不多 over invested 的後果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 糟了 沒有人買了 我就慢慢減價 減價 當然 如果有另一個極端例子 會不會去到 75萬 我有少少保留 不過再算 我都不一定 適合 Lorente 基本上 這張卡 很誇張 不是說它厲害 是它貴 整張卡加了幾點 7點 9點 貴20倍 我想 不會有人 那麼特別想用 細數也不是加了很多 你這樣看 細數也是1點2點 所以這張卡 應該都會下跌 而且還未有一張 很特別的卡 會令到 它 我覺得現在 Aletico Madrid 最有影響的 應該都是 蘇阿倫斯 那張Rusebreaker 差不多 所以 不太特別 這張卡 我覺得會再大升 這張 我反過來 我覺得這張卡 會慢慢上升 因為 它已經可以和 迪布尼 簡歇路 左閘 即IF 那張 和它可以做到一個 圓圈 另一邊 迪布尼 它 又有 納瓦斯 不是 納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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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耶穌仔 其實它有一個 很百搭的 連結 加上它也可以 連結 Burno Fernandez 和 斯朗 所以這張卡的實用性 很高 Wheatfoot 四星 基本上 你加10點 已經去到 88 Defensive stat 非常好 我覺得這張卡 應該慢慢上升 因為你會看到 這張卡 會有很多人用 來代替所謂英超 那些普通的 例如 雲迪克 華拉尼 那些 這張卡 反而我反而 會 會 升 這張 Atao 基本上每一集都很特別 因為它五星腳 有速度 真的很難快 不過這張卡 為什麼我會覺得 它有機會升 其實跟Corona 的概念一樣 這張卡 還沒有 尼斯 的球員 可以跟它 有一個 很 完美的組合 當然 如果你有做 這張 SBC 其實現在還沒有 一張卡 是會令到 它可以 有一條 綠色線 是很厲害 很吸引的 那我也會 等 那 這個國籍 是 Algeria 沒有 應該 每一個 特別的 球員 可以拍得住 好像 馬列斯 但其實 都不同聯賽 不太關 所以 真的要等 那張 很特別的卡 但我覺得 長遠 都會有人用 所以我建議 大家想買 都買 我覺得這張卡 反而會升 這張卡 會上到160 170 都不期 等同這張 我都覺得過300 也不難 那 這一張 我不覺得會升 我也中了這一張 我中了一張 其實這一張 很多人都會拿來看 第一 它的國籍不漂亮 第二 一定要找Vidou 去連結 第三 就是 其實 人們會找了這一張 和剛剛那張 幾十年來的SBC 去比 其實差不多 差不多 一張80p 的卡 但那張 這張 但這張 應該會跌 我不覺得 這張 可以很 維持一個位 但 到時 看看 它不會是SBC 要用的 肥料 又不用11萬 那麼貴 大家可以看看 還有哪些特別的卡 大家可以嘗試 投資 就是 我覺得 如果大家 懶得 可以買回 OTW 因為 我都給你們看過 這個 Black Friday Exclusive 是 一張OTW 如果今晚 真的出OTW 天時地利 任何 OTW 剛剛大部分的卡 星期三 準備會升級 其實這些卡 已經接近 去出遊戲 最垃圾的價格 當然 有些是因為 升級了 打了五場 所以我建議大家 可以儲存這些卡 尤其是 Mellon Uper Meccano 不要碰 這張卡 真是鬼卡 這張卡 沒有了八十幾萬 那 Hakimi 這些都不要碰 反而 基三文 真的可以嘗試 大家 慢慢上 總之便宜的才能碰 貴的就不要再去碰 太多 斯朗 雖然說 新的領隊上 但總之 會不會是 要5WIN 或者要入兩球 會不會是這樣 還有 題外話 新的領隊 好像是打 好像 Yogen Club 打高壓 斯朗 可不可以每場 90分鐘 跟你打 Pressing 會不會影響 斯朗的表現 我覺得這件事很關鍵 大家如果沒有工作 可以上Youtube 看昨晚 Sky Sports Roy Keane 以及 Character Hitted Debater 他覺得很正確 告訴你 其實新的領隊 來到的時候 斯朗是用來入球 但不是用來 Press 所以如果真的用來 Press 其實完全會影響 斯朗的表現 可能某程度上 會益了費特 Mason Greenwood 卡雲尼 這些 因為這些才是 打壓迫戰術 裡面最有效率的人 而不是斯朗 Popper 連迪洛夫列 或者 八千萬先生 Maguire 這些 OK 最後就是說 Hero Upgrade 我建議可以做的 是真的便宜 但是 好像過多幾天 就是買貴版的FIFA 的人 就可以有 一張Free的Hero 我覺得 那時候應該會令它再跌 但是 Food Hero的卡 已經跌到爛了 但是 如果有真的多餘錢 100K不怕做 你就照做 Base High Account 我也建議大家去做 因為大家都喜歡賭 大概這樣 剛才我 好像有這樣的圖 我之前在群組裡也分享過 這張就是 Team of the Week 接下來的Prediction 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 我是想和大家說 少少關於Macrinos 因為他入了兩球 我建議大家可以入定 他把舊的SIF 一太長 我不說了 我明天才說 但其實它的trend 像之前 皇馬的 左翼 雲尼素斯的情況 當有機會出 2.IF 他把1.IF 即第一張Inform 就會跌 然後出的時候 就會re-pound 因為那些人買不起 太貴 會扯上去 尤其是這張 是一張Usable的卡 靚國籍BSG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自己看一看 好不 太長了 不好意思 所以 叫一些人可以進來 Telegram的群組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隨時會更新的 還有提外話 有沒有師兄可以教一教 我如何砌到 美斯和新的那張迪布尼 放在一起 還有我有做過那張賓斯馬 我想看看怎樣可以放在一起 我真的不懂 這真的要大家幫幫忙 好嗎 謝謝 拜拜